我突然想唱首歌怎么弄 唱首吧 我是阿坤 今天是10月2号 然后昨天晚上呢 我就是在这个地方露营的 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已经是将近下午的8点了 那时候天已经彻底黑了 在我快要结完的时候 出现了这么一个四星级的豪华酒店 拯救了我一下 受留我了一夜 昨晚就是在这里住了一晚 这个小活动满房呢 也不知道是干啥用的 它里面的空间不是很大 我的帐篷 横竖放的都稍微有点窄 但是我就让它挤着 放在里面 睡了一晚上 现在呢 我准备收拾一下行李 然后咱们就出发 今天呢 我不准备迎着310国道走了 因为310国道 我已经走了三天了 讲你 一道站 周边没有村庄 特别不好找村庄 所以我决定 就走这种香精小道 有村子的地方 只要方向是东的 无论走到哪里都行 然后有村庄的地方 我合适路言 然后也好补给东西 在310国道上 啥都没有 实在是不方便 兄弟们 咱们东西都收拾好了 然后天空现在还下着这种毛毛细雨 咱们也不等了 告别这个四星期的 告别这个四星期的板凡 咱们出发 拜拜了 我的家 看一下 今天这个天气 真的很美 黄若在心境里面 我望着脚下的影子 像在流浪 那穿流不息的人们 如此的匆忙 可能都已经习惯 用力的把自己伪装 已经那么自然 还敢追 都声不响 兄弟们 这是谁家的大顶风扇 落在这了 赶紧拿回家 还在转呢 原来朝廷椒真是朝廷上长的 这里面是种的花椒 还有朝廷椒 这种的是啥 这种豆子 不知道叫啥 看着像四季豆 还有不是 走吧 继续出发 昨天的新国道上 全都是大卡车 基本上就没有小车 今天换了一条道 开始有小汽车了 哎呀 不容易啊 走在这种香精小道上的感觉 太自由了 路的两边 都种的是朝廷椒 还有花椒 周围 终于有村庄了 有房子了 哎呀 前两天就是一种苦休闲 一路上就是我一个人 根本就遇不到人 好不容易也能找个岔口 到村子里面去 要点自来水 起这个道道上 唯一的缺点就是下雨 稍微有一点点泥 其他的都好 这村民应该种了花生 我走的时候闻到了花生的香味 新鲜出炉的花生 我坐上那十点半的地铁 心情空淌 想起那一年的夏天 我去过的地方 哈喽 哈喽 弄掉了多少时光 已经慢慢习惯了 一块放弃了抵抗 原来曾经的荒唐 那放不下的倔强 行走在湘京小道 自由的感觉 我突然想唱首歌怎么弄 唱首吧 一个人住在这城市 为了填饱肚子就一筋疲力尖 还谈什么理想 那是我们的美梦 梦醒后 还是一让奔波 在风雨的街头 有时候想哭就把泪 饮进一群热血的胸口 公车上 我睡过了车站 走错路了 回去绕一下吧 骑行导航开始 从当前为止 向东出发 明一片 可以走 还可以走 还可以走 请确认 请进方向 向东南方向出发 410米后 左转 你能淡淡的说 你好吗 我浪费了最好的年华 我丢掉了那个他 我无数次梦见了 不唱了 当然 走三区的话 还有个缺点 那就是 上坡多 上坡太多了 一走上坡 那就必须得推车 坡太大了 根本骑不动 根本骑不动 而沉重的行囊 快要粉烂在这路上 谁不是在流浪 疲惫的快失去方向 也曾细心地装扮 那模糊掉的坚强 我坐上那十点半的地铁 心却空荡 想起那一年的夏天 我去过的地方 回忆身边流失 弄丢了多少时光 已经慢慢喜欢了 到了一个小镇 今天晚上咱们就不走了 在这个小镇里面 刚好采购点东西 这个镇叫天池镇 是烟池县的 下面一个镇 咱们先找个商店 采购点东西 然后再找露营店 这有个菜铺 咱们在这买点菜 说买点菜 鸡蛋怎么卖的 就打5块多 5块6 5块6 土豆 白菜包菜 青椒 番茄 买个啥吃一下 买了7个鸡蛋 然后土豆 土豆5个 四排酒 买个啥 买个啥呢 小菠菜来一个 没有啥 是 呵呵呵 咱这镇子上有没有公园 什么地方 有田子的地方 我准备露营 是吧 呵呵 你要这个 我都没 准备打个帐篷 睡觉的地方 有没有 路线去 咋着 你去掐地 你跟他 咋着 你都要跟着 这个 就拉 往上走 去地里 去地里 啊 你跟地里边 我得往这边走 你 就一个地里边 你都不得一个村里住啊 地里面 一个地里 你在哪里住 我就去一个 你知道有个什么公园啊 有有 有吗 你去 这 往这下去 下去都是一个一个工程 一个广场 哦 晚上人多不多 嗯 多嘛 多啊 晚上在这里不住 在这里不住 嗯 没事 晚上我先来 住一下 呵呵 没事 你站在这里有旅程 嗯 我不住店 呵呵呵 哎呦 我要不要买点肉吃 啊 不想吃这些肉 丸子 算了吧 不想要 阿姨 我来您这接杯自来水 呵呵 你们帮我接吗 妈呀 在那接不住 呵呵 我来弄吧 我 不是 你来弄吧 你这还接不上来的 哦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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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不就拿 哎 不用拧下来的 那 那 就是 那么不动作 广子太大了 他以后还捏一下 算了吧 算了吧 嗯 我拿那个小瓶子接 拿小瓶子接的 比如说往大的里面倒一下 这小的也解不了吗 这个姨家的水管不行 然后她要带我去别人家接 你哪找这些是 我是哪的是吧 我这是啥 这是个摄像机 摄像机摄像机 能照现的 记录生活 好看着呢 年轻的呢 我跟着姨去 这不好接 没有纠菜 没有纠菜 还是这边行吗 你捡点水咋子吃好了 你好 我来您这要紧自然水 你捡点水咋子吃好了 拿银水咋子 带来要把猪儿子都热不住 都热不住 都热不住 我还拽不定 来来来来 谢谢啊 不谢 怎么开着了 8天就开着了 嗯 你看你俩想咋了 我看着都年轻的 姐姐你们都多大了 他们都50了 50了 看着这年轻 刚在那买菜的时候 那边书说这边有个广场 然后我到这个广场来了 我看这个地方可以录影 今晚就在这就走了 然后这是广场的全没 这个地方还挺不错的 晚上就乱下雨了 我住那上面 这上面它是有避雨的地方 下雨也没事 咱们今天做个手势包菜 包菜已经是洗好的了 先把包菜切好 因为咱们的锅小 就把包菜给它切细一点 差不多了 然后把包菜切好 就翻入锅中备用 很多 再切上一个大蒜 大蒜切成这种片 然后起锅烧油 锅中加入油 然后加点大蒜 再来点花椒蒜 干辣椒 嗯好香啊 放入包菜 起锅烹 煲菜差不多,加入 酱油 盐 鸡尖 翻炒 鸡尖 好了,一道熟丝包菜就做好 尝一口吃 嗯 炭 嗯 绝了这个味道 嗯 还煎米饭不 哎呀,不想煎了,不煎了,直接开吃 哦,太香了 好了 今天你们知道怎么做就行了 吃的环节 我伴侣看了 很好吃 很美味 后面的评段是一些补充说明 我在这儿避雨已经避了好久了 我把昨天的视频差不多快剪完了 但是雨还没有停 我觉得再等一会 雨不停我也得往前走一点 走一点去找合适的露营点 刚好在这儿休息的时候 昨天有些视频的片段没有录上 那我就在这儿用嘴说一下 晚上的视频是 我去给充电宝充电 我开始去了一家商店 在那儿买了些东西 完了之后我问那个商店的老板 我说我能不能把充电宝饭 你就充一下 然后我家老板说 明天上午他有事 人会耽误我 然后就充不了 之后就没充程 没充程呢 结果呢 我们的拖垃圾过好吵啊 待会再说 反正就是这样吧 你找别人充电肯定就会有被拒解的时候 很坚惨 完了之后呢 我就回到了露营点 但我的充电宝有一个没电了 其实电还够用 但我就想今天晚上把它充好 然后我就去了我搭帐篷的对面 那家那户人家 因为当时相机没电了 就没来得及拍 所以接这个机会说一下吧 去了那个阿姨家 去了那个阿姨家去找他充电宝 人家人特别好 我给钱人家也不要 然后就帮我把充电宝充好 然后今天上午我起床的时候 然后阿姨 他们家已经把充电宝给我送过来了 我还知道上午去取 人家看到我在哪 人家就把充电宝充给给我送过来 所以路上就是这样 会有人拒绝你 但遇到的 我这一路过来 反正我觉得遇到的都是好人 就是这样 我可以不租 我说 MARIE 我会不会